今天就像我娘家吃饭了 把这冰箱淘空 这冰箱里面带来的麻椒 还有一个东西今天来介绍的 我在网上买了 两斤那个 鸵鸟 鸵鸟肉 还有鸵鸟肉卖 这是鸵鸟肉啊 越顾越强 像一包猪血一样 哪里吃肉 吃肉 你放在这里吗 有钱你吃不了你不要乱吃 我不吃 我不吃 我看都感觉上不敢下水 他说这个比牛肉好吃 多少钱一斤呢 在网上查一下 他这个是五十多块钱一斤嘛 两斤是一百一十多块钱 出发了 今天还有一些吃的 昨天我老弟抓了一些那个 小贝壳 今天不光有鸵鸟肉 还有一些小贝壳 我老弟说他在河边捡了一大桶 饭桶 他明天要去福建嘛 对他说不会炒让你去长虫 哇塞 他是多么的瞧得起你的厨艺啊 哈哈哈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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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这么多菜 老家哪里的青菜 辣椒 你捡这个东西呢 在那里 在那里 那里 好多啊 那里啊 那里啊 这里啊 大的不好吃 小的好吃 小贝壳 还有螺丝 很多啊 他多的跟星星一样 这可以吃吗 可以啊 确定吗 哈哈哈哈 还有一些螺丝的底下 还有一些螺丝的底下 还有螺丝 哦 我刚不是抓到一个螺丝吗 煮汤吗 还是炒啊 这个是空的 你看 这是空盒 昨天我们刚捡拿回去都已经炒了一大半 尤其还是不洗的那种 我们真的洗了好几次 先要把这一锅 壳先 壳先 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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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 壳背壳 让它开口 它里面有泥巴 嗯 不要过水啊 嗯 过药水 让它吐沙 嗯 其实它们都说不用 不用 破一下水味道更好 我们吃一块还有沙子 有个是空盒 也有好多盒 对啊 很多有空盒 不然还有一些空盒 人家就有好多盒 有空盒 妈妈 你还挑肉 我想把这块木壳丢掉 好 这个玩意又有壳 没有壳 不香 放上那个肉都没有了 它这个给你捡起来炒 不是 这个壳真的有香味 昨天我吃了半年一遍 就让你吃饭 它这个壳香 你放上那个肉 没那么那么香 我太久了 所以壳掉了 你要翻一下就可以吃了 这都熟了的 现在过香味 就是煮过头 它肉就掉下来了 光吃 这样从这个肉拿来 哪有香味 现在那田螺一样 螺丝一样的 你放上那个肉 你要带那个壳 可以吗 你放哪里来呀 我带你来呀 大小盒鱼 还说让你来炒 最后还是我 你会 我不是带好那小鱼板吗 那小鱼板 你带好了 你炒这一个啊 其他的菜你来搞定啊 嗯 哇好香啊这个 也不怕是谁炒 能不香啊 最喜欢这个大蒜的味道 小贝壳 锅底道 有 小贝壳 碰到 哦 你看 我整个 好香啊 两个来单狼 火鸟肉 还是交给你来讨啊 对 还是我 我才是大厨 我先用盐把它腌一下 抓一下 这个肉很好看 一斤有这么多 放一点点生抽 第一次炒头鸟肉 捞出来 把芹菜炒香了 然后再放进去 烂烂烂 鸵鸟肉 鸵鸟肉啊 哇好香啊 多少钱一斤呢 58钱一斤 有没有搞错 我看下 鸟肉还贵啊 没有 我说错刚才 是六十多块钱了 六十多块钱 哇塞 一斤就买两斤牛肉了 鸟肉也是六十块钱了 不好 鸟肉你倒了 后来看你 是六十块 那还好点的 这个视频鸟就没有炒菜了 拿个家做完也 没见过 还没吃过 我也没有吃过 起锅 哇这个 应该很好吃 新鲜菜 我刚才讲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嗯 我那时候想 买了两只 给我老表 在他取一个地上养 他不敢养 都不知道他吃什么 他吃草啊 像鹅一样 真的 你这五个薄薄的 嗯好香 这个也说 咱们比较容易 这就是我的麻补菜 煮饭喽 可以 哈哈哈哈 帮你吃的话 你老爸明天就去福建打工了 嗯 你要不要跟着去 你想要跟着不见 就不见跟你爸爸 要不要 对啊 那你说你说 那你爸爸 那你爸爸今年赚多少钱回来 爸 那你爸爸今年赚多少钱回来 这几万 这几万 一百万 一百万啊 哇天哪 哇塞 一百万啊 哈哈 你爸爸和妈妈 加起来一百万 哇 他就几个月过年了 能赚多少钱啊 那过年的时候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应该能赚个几百万 哈哈哈哈 哪里有啊 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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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吃多 我吃一块啊 三根丝的 你敢找不到 那个大大的 那个可以 三个级的 那个鸟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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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有点点感觉像牛肉 牛肉啊 它比牛肉嫩一些 好牛肉啊 嗯 嗯 真的 感觉像牛肉 他们说 那个比牛肉还好吃 比牛肉嫩 牛肉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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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嫩